小妈妹不哄咯 大山黄要来了 快走啊 表情这是怎么了 快醒醒快醒醒啊 她好晕啊 哎呀 我想起来了 大山黄集结百万道具 要来进攻了 到时候整个世界 都会变成一片沙漠 我们的家园就不保咯 变成沙漠 那我的冰箍临时 岂不是也没有了 这么不像 天大地大零食最大 大姐 大山黄什么的在哪里 快告诉我 我过去一脚板了涮飞 回来的时候 大师给我开了穷冬船送门 只能够维持一天 你跟我来 这什么地方呀 臭气军天哪 到处是虫子 这里是昆虫研究所 前段时间被大沙漠洗劫了 你是谁啊 从哪里冒出来的 别紧张 我不是什么坏人 我叫裴杜大师 小青龙不小心被沙漠打中 抹去了他的能量和部分记忆 是我开启冲冻船送门 送他回去的 裴杜大师 还挺适合你的身材的嘛 人如其名 我是裴杜大师 不是肥杜大师 小表妹先别说了 我这伤势又发作了 先自己送去村里找A生吧 快点忘记表姐了 肥杜大师 那些虫子看起来跟平常都不一样 破坏力也惊人 我怎么打开他们呀 我的法力都用来开启虫洞了 现在没有力气对付他们 送你一件武器吧 不过只剩一小时能量了 过后就跟少火棍没什么区别 所以你要尽快出去 这段时间我要被关修炼恢复法力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休一下就不见了 果然是大事 路子这么大 手脚去不骂 表姐我们也走吧 哎呀 你这些小骂蚱还偷听吗 看着 我打他打 等等 这段暗示是技能吧 还挺管用的 表姐别怕 我带着你上树充围 前面还有不少变硬虫 幸好全角还能远程攻击 我们穿坏之力一次解决 简直比树充技还好用 小朋友快走 免得引来更多 好嘞 我给你保驾呼唤 我的天啊 连桃铃都被流山气势了 这沙皇也太恐怖了吧 小白妹 你看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 大沙王的法术 能够让这一片都寸少不生的 哪一行你 再找他们分账 我们走 咦 前面这群是什么呀 长这么恶心 小白妹别出手 他们是异虫 不会伤害我们的 那我就放心了 前面好像有人 过去问路 哎呀喂 表姐这里怎么回陷阱呀 哎呀 这应该是村民的捕虫王 你试试用恶丹甲 能不能跳出来 我看看 然后这里有个空位 冲刺翻过去 哇 幸好我几点 表姐前面是铁枪布 我们过去问问 老人家你好 请问你知道 最近的医院在哪里吗 我们这儿没有医院 只有一间小诊所 就在前面的树屋里 谢谢老爷 老爷爷再见 原来最近在支持 差点错过了 有人在吗 我找医生 我是这里的护士 你们是被烧红袭击了吗 对对 是我表姐你快救救她 这不是小青龙吗 躺床上我看看 小青龙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 不过脑部受到重击 有些轻微的脑震荡 要好好休息几天 没事就好 谢谢护士姐姐 玄契的心总算下来了 不过这大杀皇到底什么来头 竟然这么厉害 现在武器的能量已用完了 外面温戏四伏 连资源都不好收集 该怎么办呀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